好,这个疫情尚未受到有效的掌控之下 花莲警方在取缔酒驾的过程当中遭遇到确诊民众 而花莲县政府也对此呼吁民众要做好自我的防疫 才能够减少警消医护人员的负担 防疫包山包海宛如卫生警察 日前就发生了警察在取缔酒驾过程当中拦查到确诊民众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乡亲要做好自我的防疫 每一个人防疫做好 我想就是让我们警察消防 甚至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第一线的护理人员 最安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反而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这个给医护人员 还有警察消防以及防疫计程车 第一线的工作人更大的支持和更大的鼓励 以及给他们更安全安心 这是我们把每一个人的自我防疫做好 环丽县节安分局针对了辖区内 远警在防疫期间执行取缔酒驾勤务时 也都提出相关酒册防疫的SOP标准程序 节安分局防疫期间执行取缔酒驾勤务 一例佩戴口罩及手套保持一定距离 实施酒册后远警立即以酒精取消 避免民众吹气飞溅口末残留 造成接触口鼻传染 使用过之酒色器 因适当消毒后 才可提供下一位驾驶人使用 使用过之吹嘴 以塑胶袋包覆后卸除 并妥善处理 呼吁民众酒后切勿驾驶交通工具 并遵守各项防疫工作 保护彼此健康安全 警察工作长期包山包海为民服务 除了查处防治疫情相关的假讯协纪诈骗 还有协助疫调、稽查、八达行业、场所 勤勿的繁重可想而知 而防疫SOP更显得重要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